戴上手套 口罩 坐下来就开始分类回收物 卢慧珠动作俐落 讲话精神饱满 看不出他曾罹患两种癌症 塞线二性肿瘤跟脂肪二性肿瘤 然后都是开刀 各33次的电疗 不过病魔没有轻易放过他 后来又发现塞线癌细胞 转移到肺部再次入院 病痛缠身 曾让卢慧珠想要放弃治疗 除了每个星期一三五 到草屯南浦环保站报到 卢慧珠也担任大爱妈妈 经常到学校跟学生们开心互动 也到疗养院关心长者 一些人持续的活动 他都会参与 像我们那个福田 跟我们的相机 大家在关怀 他是走出来的 做环保 让卢慧珠释放身心压力 走出离癌阴霾 他勇敢面对病痛 接受治疗 并珍惜当下 用心付出 大爱新闻 张国端林欣宏 南投报导 我们下宫